伊拉克總理瑪利基訪問華盛頓 尋求獲得美國支援對付在過去幾年不斷惡化的反撥暴力事件 幾百名以色列示威者在西岸地區的監獄外示威 反對當局計劃釋放巴勒斯坦囚犯 印度洪水淹沒奧里薩邦和安德拉邦最少有19人上升 示威者在法國布列塔尼省抗議在明年1月1日實施的生態稅 土耳其新建全長13.6公里的隧道 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連接歐洲和亞洲海岸 報告